第六場就是三級才,一月盃,近年升格了 選擇上屆的盟主,4號的精明才智可以臨撻 上屆跑一力錶輸是很正常的,因為這隻馬都未達一級的水準 前一場,他追過馬王的美麗傳承,雖然那隻已經回落不爭的事實 但他真的與你差半個馬位,這場跑谷草上屆有證明過 今季他只跑了三場,最有心爭就是輸給夏威夷,即是一力預賽 今次回到谷草,對手完全不同了,磅位又有賺 吃中我覺得是一個優勢,應該這次有機會再贏 腳踱1號的川河專區,一隻很有級數的馬,也都今季一在有驚喜給你看到的馬 即是田草,撻一點硬物,就算2000,1800都一樣 即是1800就贏了一個場負利人袋賽 今次馬哈羅斯應該都不夠他跑了,即是那隻馬回落了 潘頓一檔,是133鎊,希望他憑他級數背得起 上季都跑過這個杯賽,當時就說偉達跑,是追過一下上來 但只有第五還是第六,即是頂磅會是他的考驗 再選到6號的歇霸神區,初跑谷草都有谷襲 追過一下上來都很棒,今季都主要是利景國跑 都三次都很理想,特別上次跑就追上來 大熱門,保住位置,輸給那隻很準的百步穿雲 希望今次有輕磅利景國跑開,拿捷國法力怎樣好些 三甲可以預期一隻 再選擇一隻輕磅馬9號的非凡才智 這隻馬今季可能真的上季未用得多了 今季一直都不是跑得很好 但曾經在國際賽那場,他是追過一次上來 輸兩個新位那場,大家都要留意著 過回來谷草的上季都跑得很好,有贏過 仍然是輕磅,希望他多找兩場 今次有輕磅,拼了他追到3344 我猜他未必一下子上季真是拼到殘殺 而今季是一層拔氣的 這場我就搏一隻4號的精明才智 可以嵐攤,配個最高級數的1號川河專區 再來就兩隻輕磅馬6號的協霸神區 和9號的非凡才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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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